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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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做题你就会发现第一种出题方式就是两个表格的单独考核 或者考核这个表格中的内容或者考核这个表格中的内容 这是最最主流的出题方式 但是还有一种出题方式吗 就是两个表格的结合 怎么结合啊 我先说这个结合的这个点啊在哪 那就是这个点 你比如非居民企业 它的真实对象啊 如果是设立境内的机构和场所的这种情况下 就是境内所得 如果是境外所得强调是什么样 有实际联系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判断 它的所得到底是境内所得还是境外所得 所以呢这种结合点啊 我不说这种两个表格结合的方式非主流但是结合过吗 那怎么的就在这个点结合 那么首先你要知道非居民企业它的真实对象 然后通过所得来人地 那么判断它到底是境内所得还是境外所得 那这样的题我都会给大家去练 所以呢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呢 要把之前基础般的内容怎么拿给压缩 就压缩成两个表格 然后我也说了这两个表格的主要的出题方式 那么接下来咱们进行一下重要考点回放 回放的时候 这个我在前阶段说过 你一定要跟我产生什么呢 产生这种共鸣知音的感觉 听老杨说的我都对都对都对 对吧 就是你都知道那得了 那你做题才有意义 如果说的你听的是魔灵两可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忘了 那这个时候你先别着急 去听这个习题班的内容 你对应着去复习一下 基础班这块的知识点 当然不一定非要重听一遍 就比较浪费时间了 你要把它怎么的 重新的那个笔记呀 或讲义呀再梳理梳理 这个我一再强调这个点 这样才能达到效果的最优化 不要说大量的去刷题 是吧 然后呢 你呢都是点头点头点头了 那接下来再去怎么的 再去独立的做一下这个题 做完了再听我的解题词 这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在这啰嗦一下 再啰嗦一下 好那咱就来复习复习呗 那首先说从纳顺的角度来说 我们知道企业索的纳顺分为 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 它的分类标准是什么 是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机构的标准 那我们在讲个人所的事事也说过了 个人所的事事它也分为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 它的分类标准是什么 是住所标准和居住时间的标准 它们的分类的目的是一样 但是分类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那你看在这个阶段 你就可以链接第二张内容 对吧 你看到一个阶段 说一个阶段的事 我们在讲基础阶段的时候 我是不会讲到这 链接第二张内容的 但现在也要链接 你要能够知道 对吧 好了那回到我们的企业索的这块 你知道它分为两类人 那我们考试就可能让大家去区分 下列属于居民企业的事 或者下列属于非居民企业的事 你一定要能够进行正确的区分 这是提要求 这种题在考题中 或者你做的练习题中 也经常出现 那你看 一说注册地在中国境内 别说了居民企业 那么如果说注册地不在中国境内 但它的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 不用说了居民企业 所以它是二选一 满足一个就可以 它是货的关系 但如果是非居民企业 它是并的关系 对吧 不在中国境内注册成立 并且实际管理机构 不在中国境内 它是一个并的关系 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下 那你有来因中国境内的所得 对吧 你设立机构也好 或者没有设立机构上 那就是非居民企业 所以大家注意 那么居民企业是货 那么非居民企业是企业 是并企业的关系 对吧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特殊的 就是这个纳顺 不包括个人独自企业和合伙企业 那这里边呢 它交什么 交第二章的个人所得税 当然这里边我们强调一下 这里边的个人独自企业和合伙企业 指的是按照中国的相关法律 注册成立的个人独自企业和合伙企业 如果是外国的合伙企业来中国取得所得的话 那么符合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该交企业所得税 还是要交企业所得税 是吧 所以呢 这块大家看 又注意要跟什么第二章内容的结合 但是大家可能做题的时候 做过这样的题 是吧 说下列属于居民企业的事 是吧 说什么什么有限责任公司 那么像这样的题 它就属于相对的跟什么 跟实物进行一个结合 你公司 你就是什么 就是居民企业 你注册在中国经济那种公司 它就不叫什么 个人独自企业合伙企业 所以大家还是要能够活学活用 包括什么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等等 它的落款都是公司 那它就什么 它就属于企业所得税纳税 那么反向记忆法 它不属于个人独自企业和合伙企业 对吧 要注意这个点 好 这是一道题 第二道题呢 就是我们要能够分清这个征税对象 你居民企业 境内外多少交 无限的纳税义务 那么非居民企业就要分情况了 如果你是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 那么这时候境内所得交 境外的一定要注意抓这个关键词 有实际联系的要交 对吧 当然有特殊情况 你虽然设立机构场所 但这个所得与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 那只有境内就交了 对吧 如果说境内没有设立机构场所的 境外就不交了 境内要交 所以呢 征税对上它的差异 大家要注意 尤其是要注意这个实际联系 那么第三个题就是什么 就是税率的问题 税率的问题 那么这块要注意什么呢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话 它的税率是多少呢 25% 也就是我们说的千千万万不要认为 只有居民企业适用于25% 不是这样的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话 它有太多的规定都跟居民企业是一致的 包括它的计税方法 包括它的税率等等 这句话我们在技术班也提到过 在这再次要强化一下有印象 那么非居民企业第二种情况 包括没有设立机构场所 或者虽设立没有实际联系这种情况下 它的税率是20% 但实际按10%算 是吧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个10% 大家注意考过选择题 问你下列是用10%税率的事 另外一个呢 它可以跟国际税收的那种结合起来 是吧 你要怎么的 你要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是什么 10% 它有来源中国经济的所得 那么源泉扣角就是10% 这个大家注意 那么税率问题呢 除了这两个基本税率方式以外呢 还跟税收优惑有关 比如说小型微利企业的20%的税率 那比如说 适用于15%税率的情形 这些都是跟税收优惑有关 你比如在做大提的时候 他说某高新技术企业 那你在最后算税额的时候 下意识就要乘以15%的高新企业的 它的优惠税率 对吧 这就跟大的计算题进行的结合 当然他也可能考什么说 下例适用于15%税率的事 那就把我这个点给大家了 对吧 你比如说西部鼓励类的污染防治 和海南自贸港注册的实质运营的鼓励类等等 那么他可能在我们的这种多选题中出现 你比如说下例是用15%税率的事 小型威力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西部鼓励类的 然后呢 什么海南自贸港注册实质运营的鼓励类的 那就是多选题 你就要把这个小型威力的一个排除掉 这种题都属于送分的题 它叫总结性选择题 你在这个阶段就要怎么的 给它梳理一下 梳理一下 另外一个呢 像小型威力企业 我们考试的时候也可以跟计算问题结合起来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要复习税收优惠对应的这块内容了 你别直接乘以20%的税率 你可以把这个优惠怎么的统一结合起来 就是我们说的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超额累进税率 这个我们在税收优惠时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复习 你别跟我说老师说这些东西 我咋都不知道 你展开说一下吧 这不属于这块内容 属于税收优惠的内容 但是在这个阶段你都应该有印象 对吧 小型威力企业它是有的吗 它是有税收优惠的 对吧 好了 这个同学们要能够注意 另外一个这个表最后提示一点 就是营业代理人不是人 这是叫话操理不操 他视为非居民且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 这个我们要求是你经常带他签订合同 注意经常两个字 偶尔的帮人做个好事 这个营业代理人他还是人 他不能视为机构场所 那么这块呢 大家也是要注意这样的选择性的问题 整个的这个表 大家能够把握到这种程度 问题就不大了 那接下来说说第二张表 就是所得来源地的确定 这个呢 它的考评性比刚才那个表更重要一些 如果说从出题频率角度来说 那么我们要求这个是熟悉的 这个就是掌握了 你这一讲你把这个表掌握了 那绝大多数题啊 尤其是这个考点的难题就不在话下了 那么我们总结性说一下 一个就是按什么发生地作为来源地 那么销售户就是交易活动发生地 那么如果是提供劳务的话 就是劳务发生地 这叫什么发生地作为来源地 那么还有呢 就是关于转让财产 这要看了是什么 如果是不动产 那么不动产就是不动产所在 别动不了 但是动产转让的话 你不能跟着动产来确定所得来源地 这很难确定 那怎么办呢 就是企业 转让动产的企业或者机构场所所在 也就是卖的那一方 他的这个所在地 来确定这个所得来源地 而全性投资资产转让的话 一定有这个被投资企业所 一定有这个被子 这是转让财产所得 那么如果是股息 红利等全性投资的话 那是分配所得的企业所在地 然后就软生三兄弟 那么就是利息 租金特许原始用费 他是负担支付地 作为所得来源地 对吧 那么当然为什么叫软生三兄弟 我们在收入中也讲过 他确认时间的话 是什么 某某人应付某某的日期 确认收入的实现 那么利息 租金 特许原始用费 他们都是用这个口诀 某某人应付某某的 所以他是什么 他们叫软生三兄弟 但是杨老师在讲课时也说过了 叫义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 在讲到企业所得税各项扣除时 不得扣除项目时 我们是不是提到过了 利息租金特选始用费 这个软生三兄弟就出现了一些不同点 有印象吗 有印象吗 能展开说吗 不展开说 在后边再说 这个软生三兄弟在我们教台中出现过三次 这是三分之一 好了 那么有同学 挺烦 我说老师你展开说说呗 在这个阶段不展开 我们只是提示 你应该有印象 对吧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我们那个串奖阶段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拒拢到一块 在这我是实际上还是链接基础班的那种 强化大家的记忆 验大家的前期的计算 记忆的效果 如果前期这些 如果你都没想起来 说老师什么软生三兄弟怎么不知道 那说明你基础班这块有好遗忘的 好多遗忘的 要注意 好不好 那么这个你跟着我节奏走就可以了 别烦我这种方式 适应就好了 这样的效果更好 那你要实在是较劲的话 自己翻资料去 说明你想不起来 翻资料 效果才好 是不是 挺讨厌的一个老师 是吧 好了 开玩笑 那么重要考点回放 你的点头率是多少呢 你的摇头率是多少呢 对吧 那么大家要自我把握一下 好了 假如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点头的 就开始做题了 独立的做一下 独立做一下 有两种方式啊 你可以把这块打印出来 独立做完以后 再听讲上对答案 对吧 另外一个 你别说 哎呀 这个答案跟我一样 我就不听老师课了 不行 不要听我这个解题的思路 其实这些知识点本身 都已经复习完了 就是这些 翻来覆去 怎么用的问题 怎么提高解题速度的问题 然后我们会分一下它的出题的提醒的问题 所以你不能说你答案对了 你就不听我讲 这不可以 这是一种方式啊 就全都做完再听 还有种方式 有同学说 哎 听到我这的趴过点停了 做完以后 然后呢 再按继续 一道一道题搞 也可以 但一定要提前做 那就是要这个做完再听 对吧 就要提前做 好了 那先说第一道题 这道题呢 它是考的知识点很简单 但这种问法 有的同学呢 他就比较浪费时间 你看他这么说 他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非居民企业取得的下列所得 实际适用10%的企业所得税率的事 我问一下 那么刚才那张表中我们说了 20%实际适用10% 他说有机构场所的 那你一定要注意什么关键词 没有实际联系 一定要注意这个关键词 是不是这个啊 你适用于20% 实际10%的 那一定是没有机构场所 而这道题题干说的什么 它是设立机构场所了 那么就第二种情况 那么没有设立机构场所 或者虽设立 但没有实际联系 那你有来因中国境内的所得 你不就实际适用10%的税率吗 所以做这种题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就是要检验大家 能不能一个对教材高度的 一个熟悉的程度 那么你一定找到什么 没有实际联系 所以你要选A和B 那推出去展 肯定不行 对吧 那么还有种同学呢 他可能把答案做出来 但他怎么想 他这么想 他说A是与境内机构场所 有实际联系的境内所得 那这时候 这种情况下 应该适用多少税率呢 你练习的时候可以 但考场上 你就耽误时间了 有可能做不完题 那么我们来 领大家复一下盘 这种情况下 是吧 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 非居民企业 它取得了与境内机构场所 实际联系的境内所得 那境内所得 不是用25%的税率 它属于哪种情况 它属于这种情况 是不是 那你就这样的 一个一个去做 浪费时间 所以呢 你通过 我们平时的 对知识点的熟悉程度 那么要快速的 pass掉 前两个 背身相 知道了吧 那看看C和D 哪个对呢 他说 与境内机构场所 没有实际联系的 境内所得 这个就对了 那D 你都不用看了 在考场上 咱们复一下盘 他为什么错了 因为你在中国境内 设立机构场所的 非居民企业 如果它适用10%的税率 它的征税对象 只有境内所得 那境外所得 它是不属于征税对象 对吧 不属于征税对象 所以呢 答案就先C 对吧 所以这块呢 大家突出什么 一个快字 这是一个我在考场上 对大家提出的要求 第二个呢 实际上这道题 我为什么作为 这一章的 包括这个考点 第一道题 就是提示大家 在看这个知识点的时候 复习这个知识点的时候 不要 就是基础阶段的 简单的重复 我们能不能 换个角度看世界 都是这些内容 我们换个角度看世界 实际上就是这道题的特点 对吧 他问你 什么时候适用10% 那你这么看过来 那我们刚才 你拿复习的时候 是基础般的思路 是这样的 对吧 他属于纳神的哪种情形 然后他征税对象什么 他的税率是什么 我们是这么激活的 但是你在课下 再行复习的时候 怎么也就是两三遍吧 第三遍的时候 应该换个角度看世界 对吧 就像刚才说的是 那么15%的税率 包括哪些 对吧 那他可能跟哪些问题结合 稍微拓展一下 那稍微拓展一下 所以这道题啊 大家要注意这个解题思路 知识点就那么一点 这道题挺好的 挺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道题 说根据企业所谓法律制度的规定 以下属于非居民企业的事 这道题就是让我们判断属于居民企业还是非居民企业 最最典型的纳税人分类的问题 那么大家看一下 他说根据我国法律成立 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的丙公司 那么你看 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机构标准 满足其一就是居民企业 他两个都满足了 妥妥的居民企业不是答案 不选 是吧 B 依据外国法律成立 然后实际管理机构在我国 按照外国法律成立 但是呢 他实际管理机构满足了一个 那么这个也属于居民企业 是吧 也不能选 C 依据外国法律成立 且 这个前提条件是且并列的关系 实际管理机构在国外 那么在我国设立机构场所的 一公司 这是最最典型的 非居民企业 对吧 非居民企业一定是且 这两个条件满足的情况下 对吧 D呢 说依据我国法律成立 那肯定是注册地在中国境内 然后呢 在国外设立机构场所的丁公司 这是什么 居民企业 所以答案选C 像这样的题呢 我们一般每个备选项都一个一个读 但当你做的非常熟练的情况下 同学就抓关键词了 说非居民企业 杨老师讲课说的 他一定前提是且 所以一扫 他是单选题吗 那就是选C的 这样的速度也非常快 你看我刚才在领达复习的时候 是不是说了 这是一个什么 居民且是或的关系 对吧 而非居民且是一个且的关系 且是前提 并且注册地在境外 并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的 这才可能是非居民企业 是不是 你看这就跟那个听课效果 杰克写的就能够提高这个解题速度 这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这个提醒 当然你一个一个看没有问题 像我刚开始给大家做的就是一个一个分析看的 然后每分析一个选项 我跟前面那个学科知识进行一个结合 这个都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说了 如果你足够熟练的情况下 你听课效果足够好的 那你像这种单选题 扫一眼看到这个且的话 那么就优先去看思习选项 是提高解题速度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在单选题上 你一定尽可能的提高的速度 然后提高准确率 好了 那么接下来看看第三道题 下列各项中按负担所得的企业或机构场所所在地 确定所得来源地的事 这道题的特点是什么 我跟你说一下 还是我在这个阶段强调的 我们之前也练过 包括你们在课下做这个英式指南呢 或者经验提起这些题的时候 也会啊 他大多数提醒都是从这考到这 从左考到右 他的问法是下列关于所得来源地确定的说法 正确的是销售货物 他的是按交易活动发生地确定所得来源地 然后B是什么 C是什么 都是一条一条的 这种题的话 那只能每个背选项去看了 那么还有一种题叫总结性的 就是从右考到左 实际上考的是这一点 对吧 你看看这个题啊 你看这个题同学吧 他问的是下列按照负担所得的企业或机构 场所所在地 确定所得来源地的是 什么 什么 在考场上做这个题的 软生三兄弟 利息租金特选省费 一扫 马上选地 就可以 大家就可以 那我们平时练习的时候怎么办 平时练习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时间拉长 复一下盘 那么一般的考生来说肯定是这样复习的 那么或者叫这样做题的 销售货发生地 全性投资所得的话 那是什么 那是分配所得的企业所在地 那么动产转让的话是什么 转让的企业所在地 动产转让所得 转让动产的企业所在地 是不是 那么这个大家注意啊 好 这就是在考场上 你看 这种平时你总结性的这种复习对做题 是有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正常的解题是怎样的 我们复一下盘 那就是每个备选项都看 你比如销售户马上想到的是发生地 那么全性投资所得 这个实际上啊 他没有明确说你这个全性投资所得 到底是持有的 那你持有的话 那我们看这个表格 那就是股息红利等全性投资所得 那就是分配所得企业所在地 如果是你把它卖了 你就全性投资资产转让了 那就是被投资企业所在地 但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符合答案的负担支付的这个问法 所以是不选的 对吧 是不选的 然后我们来看什么 看第三个叫动产转让 刚才说了 这个动产他居无定所的 你不能按动产所在地 确定所得来的 我们是按转让动产的企业所在地 来确定所得来的 所以他也不对 两种方式 你用哪种 只要把答案作对都可以 但是我更强调的是第一种方式 就老杨喜欢的那种方式 一看 圆生三兄弟 负担所得 那么就是他判定的这个关键词 负担支付地作为所得来源地 圆生三兄弟 对吧 好了 就做这么三道题 跟这个文字性的选择题有关 那么还是强调速度要快 准确率要高 怎么充分利用你的备考效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一个应用性的题目 那么他问的是 2022年度该境内机构企业所得税的 应纳税收入总额是多少万元 这个题呢 大家注意 我们一看这个收入总额是多少万元 总会想到 哎 这是不是应该去链接我们讲过的那个 五大要素 收入总额减 不正确收入免税收入 各项扣除 亏损彻补 那么第一项收入总额的相关知识点 那他是会这么想的链接这个学科知识 是吧 然后呢 他读题以后发现 哎 又跟这个收入总额是很难呼应上 实际上这道题呢 他是考的关于征税对象和所得来源地结合的应用性选择题 就是两张表格内容的结合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某日本企业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 实际上我们就判定了他属于非居民企业 对吧 好 那接着说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 那就有机构的什么非居民企业 那么他2022年该机构在中国境内取得资询收入500万 那这个时候这500万叫资询收入 按照发生地确定所得来源地 他是境内的资询收入 所以发生地在境内他属于境内所得 那么有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境内所得是要交税的 所以属于什么应税收入总共是要翻译一下的 他跟这个增税对象和所得来源地进行结合 所以500万要包括 然后看看这个 说在中国境内培训技术人员取得日方支付的培训收入200万 这个很有干扰性 这个钱是日方支付的 但我们在确定所得来源地的情况下 他是按发生地作为所得来源地 你是在境内培训技术人员 所以他发生地在中国境内就属于来源中国境内的所得 那境内所得当然需要作为征税对象了 所以200万也包括 然后接着说 在香港取得与该分支机构有实际联系的所得80万 那么我们说的企业所得税法中那个香港澳门台湾都属于境外所得 所以这属于什么 属于境外所得 但他又说了 这个境外所得与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 那么有实际联系的境外所得也属于征税范围之内的 那作为征税对象 是不是啊 那么所以这个80万也包括 那答案就是什么 780万就可以了 哎考的是什么 我闪大家一下 有同学通过我的新浪微博说 老师你能不能不老闪呢 我老感觉闪一闪的效果好一点 他说他自己翻看讲义 但是呢 闪一闪就跟刚才那讲课结合起来 让大家更有印象 其实就是这个点的结合 跟锁的来源地的结合 那个同学你在接着听我课的时候 你可以去骂骂我 但是我还愿意闪大家一下 尽量少闪 但这块大家注意 这种提醒得分率非常低的主要原因 就是我刚才分析的 当看到收入总和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链接了学科知识中的 收入总的那种 但发现呢 又没有明确跟收入总和那种相结合 所以呢 哎就导致说这块怎么做呀 不知道啊 思路是什么 他实际上要转化一下 他是争取对象和索德莱恩地 结合的一道典型立体 很重要 必须会 应用性的选择题 要求会 好 再来做这么一道题 这是2021年的一道考题呀 说 内地居民老张 是香港某公司的实控人 实际控制人 经常代表该公司签订合同 2022年1月 代表该公司与内地企业签订采购代理合同 不含税 代理费是600万 这个不含税指的是不含增值税的吧 那么分三年等额收取 不考虑其他税费 那么2022年内地企业支付香港公司代理费的所得税处理 正确的是 那么注意啊 这个叫经常代表该公司签订合同 那实际上他作为营业代理人的话 他就不是人了 他是一个机构场所了 他属于在中国境内有机构场所 对不对 我们看看这背选项 说香港公司在内地没有常设机构 内地企业无需履行代扣代脚的义务 有没有啊 他是属于有机构场所的 刚才不说吗 他就不是人了 他视同机构场所 他说没有机构是不对的 对吧 然后看B 说香港机构取得来于内地的收入 内地企业应该代扣代脚企业所得税6万 交税肯定是要交的 属于有来源中国境内的所得 但这时候你要注意了 他有机构场所的话 就不需要代扣代脚 所以你不需要算这个金额对不对 他不应该代扣代脚 要怎么呢 要自主申报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C 张某已构成代理型常设机构 我们说过了 他属于什么这种委托代理的情况下 他经常带这个公司前进合同 那他就不是人了 他视为机构场所 那时候就要怎么的 自主申报脚纳企业所的税 那么这个呢 在考场上 他说老师这50万的话 我也不知道算的对不对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单选题的这个出题的规则 那么你看看D说的对不对 内地企业因按照劳报酬所得 代扣代脚张某应该讲到个人所得税 那么这种情况大家注意 这个张某他是一个机构场所 对吧 那这个他的内地企业就不涉及个人所得 是劳报酬所得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D不对了 那自然就选C了 所以有时候这50万的计算上 同学们可以利用这个考试规则 对吧 我们正确的就是600除以3乘以25% 他说了什么 是分三年等额收取 那么每年200万的25% 注意有机构场所 他的税率是25% 不是什么 这个考虑就是营业代理人的问题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2019年的这道题 是一道多选题 他问你下列企业中属于非居民企业的事 那这道题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你发现ABCDE这五个选项 都跟实际管理机构干人 其中D选项说的是实际管理机构 在中国大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一定不能选D 选D的都得推出预展 你注册D或者实际管理机构 一个在中国境内的 那就属于居民企业 所以这个是居民企业 他问的是非居民企业的 所以D一定不能选 那接着就看ABC和E 他的实际管理机构都在外国 A在法国 B在美国 C在韩国 E在什么英国 有吧 好 那这个呢 我们就来看看了 他是不是属于非居民企业 A说的是 向中国境内企业销售机器的法国企业 那么我们这种销售户是交易活动发生地 那是在法国卖给我们的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就是我们正常的进口货物 对吧 那么不属于有来中国境内的所得 他也没有机构场所 对吧 就是卖货给我们中国境内的某国企业 那这种情况下 他不需要缴纳企业锁得税 所以他不是纳税人 那就无从谈其属于纳税人中的 到底是居民企业还是非居民企业 分类就无从谈其 所以A是不选的 那么看看B 实际管理机构在美国 在中国境内开采石油资源的美国企业 那这属于有机构场所的 那么有来中国境内的所得 那么属于有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 这个是要选的 然后看C 这个道理一样啊 道理一样 实际管理工在韩国 在中国境内提供建筑劳务的韩国企业 那么他属于有机构场所提供劳务 对吧 那么劳务发生地在境内 属于有来源中国境内的所得 所以有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 E说的什么 实际管理机构在英国 向中国境内提供专利使用权的英国企业 那么劳务发生地在中国境内 所以这条题答案就是BCE 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2019年的考题 好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把说法三要素这块内容给大家介绍完了 稍微说一下 这个两张表格考评性相对比较高的 就是所得来源地的判断这个表格 它可以单独考选择题 这个出题频率还是挺高的 它也可以结合我们第一张表格中的 征税对象进行考核 像刚才这道多选题 包括我们做那个具现型的这个选择题 都是这种表格的结合问题 同学们要注意 除了这两种题型以外 还有呢就是第一张表格中涉及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关于真实对象描述正确的事 或者下列属于非居民企业的事 或者属于居民企业的事 这样的判断题难度倒不大 同学们做的时候尽可能提高准确力和解题速度 那么这一讲呢 老杨就带领大家学习到这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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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